在英国凯特王妃一直以来都是王室的典范 她的受欢迎程度和缺乏争议性 使她得以享受一些额外的王室特权 据一位王室消息人士透露 凯特因为她一直恪守规则 不轻易引发争议 默默工作并致力于公益事业 因此在媒体上获得了更多的喘息空间 不会因为错过特殊场合或偶尔缺席活动 而受到过多关注 大家好 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历史上 许多王室成员通过叛逆行为或卷入丑闻而闻名 无论是玛格丽特公主的尖酸舌头和出尽风头的表演 还是带安娜王妃的震撼采访 揭开了她与查尔斯国王的婚姻内幕 然而 凯特王妃始终遵守规则 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自律和专注 在王室圈子中 忠诚于职责且少惹是非的凯特王妃 正在通过服装传递出她未来角色的微妙信号 表明她已经准备好并愿意为国家服务 这种自律和对责任的坚持 使她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信任 王室专家埃迪 科拉姆·詹姆斯在《静报》中表示 凯特王妃在过去几个月里 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时间 以陪伴她的孩子们 多年来 王妃几乎没有引发任何争议 她低调行事 不惹麻烦 努力工作并现身于公益事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 媒体对她给予了宽容和信任 与此同时 凯特王妃以前与媒体的关系 并非总是如此融洽 她刚加入王室时 常常因度假等事情受到批评 甚至被戏称为等待凯特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通过坚守规矩和展现出色的才能 逐渐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当凯特王妃决定 不随威廉王子一同前往新加坡 参加地球之卯奖时 如果她过去曾一惹是生非而闻名 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对声 现在的她选择留在家中 与三个孩子共度时光 专注照顾他们 这一决定得到了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埃迪·科拉姆·詹姆斯解释道 当她表示她想留下来专注于育儿时 人们相信这很可能是真实的 通过她在王室中的表现和公开活动 凯特成功地赢得了民众和媒体的尊重和喜爱 被赞誉为这个时代的英国王室 最优秀的成员之一 与此同时 在月初英女王的日记被爆出 曾经对凯特的不信任和忧虑 对她家族渴望持有的目的和利益性 表示怀疑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动摇凯特在王室的地位 在英国历史和现实里 实际取得的利益 看一个人 不仅要看他曾经做了什么 现在再做什么更得看 他以后还能做什么 凯特 米德尔顿就是这样 无论他抱有什么目的而来 我们不得不说 他真的很会经营婚姻 且看透问题的根本 他把自己的利益 与威廉王子的利益 乃至整个英国王室的利益 都深深地绑定了 再也没有人能够动摇他的地位 如果说 凯特不了解威廉王子的家族地位 接近认识威廉王子 纯粹是爱情 恐怕连凯特自己都很难说得过去 编排这种傻白甜剧情的是梅根 而凯特一直是实干之人 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一直追随自己的内心 而凯特的母亲更明白 他们家族需要的是什么 对于凯特的理想 父母倾尽一切去支持 当然最后也倾尽一切 去扩大达成目的后的影响力 凯特虽说是生于富商家庭 但与真正的上流社会 Gold Money和贵族圈 总还是有一些差距 在英国 立志嫁给王子 并从小付出行动的人 还是很多 别看他们嘴上说什么 只想要普通人的生活 怕在聚光灯下 但是王室所带来的荣耀和实惠 多少人前赴后继了 与梅根家族乱成一锅粥 形成先民对比 凯特的娘家人 无论是对她主持圣诞赞歌 家宴 国宴 还是公众活动 都鼎立支持 凯特从来都无后顾之忧 哪怕是一路走来 凯特周围的朋友圈 都经营得相对牢固 即使是牢固 后来的罗斯 想着复制卡米拉的上位之路 只是 她忽略了凯特的实力 凯特不是戴安娜 她是一个有充分实力 护卫自己 用尽半生拼搏来地位的人 何况她不是戴安那般的孤立无援 她的同盟者 都与她利益一致地绑定在一起 何况 罗斯也没有卡米拉的实力 凯特一开始就对真爱 婚姻 男性 职业生涯 看得很明白 她清楚 利益远大于真爱 爱情不过是一种渠道 通往王后地位的必经之路 如果没有王子的身份和财富地位 维望王子 也不过是一个曾经美貌的英式帅哥 而凯特对王位的热爱 远超其他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近期一名汤姆鲍尔 红遍了英国内外 据说 为了让他揭露真实的梅根马克尔 此前有出版商 甚至花了六位数英镑的价格 请他来出书 这位鲍尔是业界中最为擅长撰写人物的作家 为了能够详细地了解梅根 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来收集梅根的所有资料 从哈里王子到他的朋友 亲人 同事等等 那么汤姆鲍鲍尔究竟是谁呢 现年75岁的汤姆鲍尔是一位英国作家 他以调查性的新闻和传记文明 一般他的目标人物通常都是商业大亨 但是梅根却是一个例外 1970年 鲍尔就加入了BBC 他一直担任BBC的评论员 从1975年到1987年 他成为全景栏目记者 一位消息人士透露 对于所撰写的人物 他会研究得非常地彻底 并且不遗余力 为了了解他所描写的对象 他会访问他周围的人 会阅读大量有关他的资料 甚至还会花时间跟踪他 截至目前为止 梅根夫妇以及白金汉公没有对复仇 梅根、哈里与温莎之战 进行任何的评价 但是据说梅根曾多次阻止鲍尔出版这本传记 对于梅根的评价 鲍尔说梅根的人生就是一个乌鸦变凤凰的故事 从无到有 现在他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任何阻止他前行的人都会被他清除 这也是许多政治人物 或者商业大亨的成长特点 由于担心鲍尔的传记会损害自己的形象 梅根曾找过鲍尔交涉 并且想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问题 当初哈里夫妇擅自发表托黄公告 激怒了伊丽莎白二世 为了给女王做出合理的解释 梅根的团队一直在和王室进行沟通 但是梅根夫妇的主要目的 还是想通过谈判 为自己扩大商业版图 可能是女王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女王最终决定成全哈里夫妇 其实哈里夫妇 希望在不履行王室职责的情况之下 以自由之身为自己换取更多的利益 女王的绝情给他们来了个措手不及 梅根举世无双的厚颜无耻 让白金汉宫大吃一惊 鲍尔这样形容白金汉宫的反应 梅根好莱坞式的运作方式 就决定了梅根夫妇的命运走向 在复仇 梅根 哈里与温莎之战书中 梅根被描述成一个深不可测的女人 哈里只是被她利用的工具人 她曾天真的幻想着 能通过一己之力改变英国的变军主制 也能成为第二个戴安的 有始至终 梅根都相信她对于王室的重要性 并不亚于戴安的王妃 所以在哈里王子的鼓励之下 他们都喜欢反复将梅根拿来 和戴安娜进行比较 梅根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 她拥有非常强势的个性 哈里的朋友第一次见到她时 都被她吓坏了 虽然她是哈里王子的妻子 但是她却拥有女主的表现欲 其中传记中提及梅根拒绝女王 敦促她与父亲和解的提议 在结婚之前 女王提议梅根与父亲和解 但是她却拒绝了这个建议 这也为她和父亲闹翻埋下了伏笔 并且梅根与父亲的手机 不在她手中唯有拒绝了女王的提议 这个剧烂的理由激怒了女王和查尔斯 也让女王坚信 梅根没有和父亲和解的诚意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非常善于判断和精算 她会以自我为中心 来判别一件事情的利与弊 算计自己获得利益的多与少 一直以来梅根都是哗众取宠的人 这与低调务实的王室风格并不相符 而梅根又不甘心屈于 隐藏在威廉夫妇的身后成为辅助者 在互不相让的情况之下 梅根就成为了王室最不可理喻的人物 对于这位让人头疼的人物 当时还在世的英女王 对她也是避之不及 甚至非常庆幸 梅根没有参加菲利普亲王的葬礼 一个沉浸在悲伤的人 甚至还要考虑孙媳妇给英国王室带来的负面影响 实在是可悲又无奈 梅根夫妇给王室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与伤害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英国王室来说 鲍尔的复仇 梅根 哈里与温莎之战 也让他们找到了最好的逆风翻盘的机会 出版商简直就是在免费为英国王室洗清冤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